席诺宁以及他的专务值得抽吗 二名要不要抽呢 他真的是一张必抽卡吗 观众们们大导师是这种歌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原生的新角色 也就是席诺宁 号称原生的全新人权 岩属性的风源万叶 手下来手当其冲 作为那塔的新角色 大世界能力肯定都是不错的啊 这一点就不用质疑了 综合强度来说是非常值得抽的 把大世界因素也考量进来的话 说是必抽卡的含金量确实不低 但是我们今天次当其冲分隔开来一点 讨论一下从强度的角度出发的话 必抽的含金量到底高不高 为了高兴出这问题 我先来解答一下 为什么很多玩家称他为严属性的万叶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的增伤数值跟万叶是对称的 万叶在零加零的情况之下 800精通计算可以提供32的增伤 以及40的减抗增益 而西诺宁呢 则是可以提供40的增伤 以及32的减抗 同样是零加零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肯定人要说挖童哥 那还是万叶数值高一点哦 减抗比增伤高不知道哪里去 关于这个观点 我是部分同意的 为什么说部分同意呢 我反对的理由非常简单 首先那就是8增伤跟8减抗 机值太低了 非要去纠结这一点 实在大可不必 我们在这里对比的可不是40增伤 对40减抗啊 他们两个的差异 实际上是8增伤跟8减抗 那个机值实在太小了 就算真的有差距 在实战之中波动起来 也就1%2%的样子 拿着显微镜去看这点差距 实在是有一点无聊无用无能 其次认为减抗明显更高贵的 多半是玩心铁玩的 对不对吗 原神减抗可不是说 真的就那么高贵的啊 原神减抗一旦到0 就会收益减半的 粗暴减半 而绝大部分的敌人 在原神只有10的抗性 只要减了超过10的抗性 以下的所有收益 都是粗暴减半啊 这个粗暴减半之后 你说比起增伤 稀释的少 老实说也没多少 你要想增伤区 还得上了200开始 实增伤才减半呢 减抗却对绝大部分的敌人 是减个实抗就开始减半受益了 所以结合这两个因素 其实席诺宁跟万叶的数值差距 真的是非常小的啊 他主要是机制上 有没有比万叶要先进 我再重申一次 只看数值的话 原神策划 那是一点都不急的啊 大家可以大可 不必担心原神 可以少磕金 元宝好真啊 他们一点都不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回过头来去看看 千只报阿贝多的时候 纳维莱特暴神 那是报的一点都不含蓄的 相对的 希诺宁跟万叶之间 这一对比 简直就是对夜宝千呵护 万呵护 生怕报到一点这种感觉 真的啊 希诺宁给我的感觉 是一点都不想报万叶的金币 其实吧 硬要说的话 林嘉宁不报 我可以理解 主要是这个命座 一路下来 感觉希诺宁的提升也差强人意 就很奇怪 你说千只嘛 林嘉宁跟阿贝多 确实也有一点半斤八两 除非在特定的队伍 有研造物的情况之下 不然的话 两者基本上就一比一嘛 对吧 也算是就那样了 但是千只 哇 那个往六加五抽的时候 那个数字是三倍多 四倍多的笨啊 可是对比起风源万叶啊 希诺宁的命之座 都是比较保守的 四命跟六命都比较幽默啊 六命强制入场 然后伤害还不高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先说说林嘉宁的希诺宁值不值得抽 对比起万叶有没有明确的机制优势 我前面已经解释了 数字上是没有优势的 那么我们就只能够放眼于机制 对不对 答案答案是有的 希诺宁是15秒的长轴减抗 而且范围还不小 支持转波次 可以转火 对于一部分的原始人来说是利好 可但是又没有完全利好 为什么呢 首先那就是他的触发增伤的机制是跟万叶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需要先手元素附着胡桃跟万叶 为什么很多玩家不喜欢用 那是因为胡桃没有先手上元素的能力 并且水火双属性的队伍 第一你要消水 这还算简单的 最麻烦的其实是双扩散 在没有班尼特额外替自身增加火附着的基础之上 双扩散是相对麻烦的 至少双减抗肯定比钟离要麻烦多了 钟离开个盾就是无脑的全属性减抗 那现在希诺宁要打什么双结晶就更加花里胡哨了 在水火呀火冰这种元素不共存的队伍 希诺宁的增伤手段同样称不上弱宝软 纳塔的增伤套 他机制最优秀的地方在哪里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是在于他可以自己给岩元素增伤 封套是不能给封属性增伤的 可但是这个血定二的优点呢 又因为元神策划的极度口门 显得几乎没有意义 在很多队伍 你比如说希诺宁跟钟离一起上的队伍 岩属性增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两个家伙几乎都没有输出 所以增伤套的额外极致优势 可谓是十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 有一点鸡肋的感觉 他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长走 这一点我当然不否认了 可但是他可以给岩属性增伤的这个优点 这话可谓是绞尽脑子去限制了 因为目前岩属性有输出的后台 其实就只有阿贝多跟千只 对不对 可但是偏偏在零命的情况之下 希诺宁是不能放岩兆物的 这就导致了零命的千只跟零命的阿贝多 瞬间变成一档 在现在这个阶段 这话当然不在乎阿贝多能够得到40的岩伤 他们在乎的是什么 他们在乎的是零加一的千只 在有岩造物的情况之下 将近两倍的阿贝多的输出的情况之下 再得到40的岩伤 所以希诺宁不能够放岩造物 不被允许放岩造物 他开大之后 那个琴不能留在场上 听懂了吧 哎这不巧了 千只不是刚好在up 对吧 你们可以筹个一命孝敬一下吗 哼这个就是希诺宁的设计 看起来观感不太好的地方 他在处处都绕开千只 在此之前 很多玩家看到零命的千只跟纳维亚之间 相信差强人意 当时我还听到有不少玩家自我安慰说 说不定千只是搭配后面要出来的 岩属性角色的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典型的擅自期待擅自破防 希诺宁的设计可谓是把千只防得严严实实 因为他需要队伍里面有至少两个异色队友 才可以激活一技能的健康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带第三个岩属性的队伍放岩造物 来激活千只的第二人偶的思路 他都给你封死了 这个其实很奇怪啊 希诺宁防千只 哇那个态度是真的好积极啊 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还以为千只是纳维莱特的 有强盗需要这么针对吗 组队充满了各种思路的限制 这就是希诺宁目前给我的感觉 限制太多了 他当然对比起万叶有很大的优势 多五秒的减抗 多了十几秒的增伤 这个确实是一种机制上的长进 机制上的进步 可但是相对的策划 又给希诺宁安装了一大堆不好的机制 给他人为制造了非常多的缺点 导致最终希诺宁跟万叶之间比起来 其实不好说 只能说各有特色 希诺宁在机制上面 最大的缺陷就是组队限制 而且这个不仅仅是体现在三岩队里面的 为什么呢 那么他在哪些地方又还有配对限制呢 大家不妨把视频停下来 开动脑筋思考一下 同时也别忘了按赞订阅 给这个视频提高一下讨论度 无二一 没有错 那就是他在双岩跟风草之间 还是需要同样做抉择 即使是在双色队伍里面 风属性跟草属性都是不能入队的 这点其实同样很致命 我就打比方说 假如你要把希诺宁跟钟离同时 放在队伍里面的话 你前台再上一个仆人 最后一个位置要怎么放 你会发现此时思路是非常有限的 我跟你说哪些思路被ban了 首先上万叶增加巨怪的这个思路 肯定是没了 因为万叶不被寄入 希诺宁的属性转换里面 也就是说 当你上仆人万叶的时候 你此时还想要抗打断 想把钟离放进来 我们就假设此时 深渊的环境是一白火炕的怪 你就要用这种手段去硬冲 但是你会发现 你把万叶放进来 就等于是三岩队 希诺宁的减抗 瞬间就不激发了 这个角色瞬间就对不起一个格子 也就是说 希诺宁是没有办法玩那一套 类似于暴风雪队伍里面的 甘雨 深鹤 万叶 钟离四个人一起减抗的 他是做不到高额减抗 正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同时搭配 钟离跟风属性的角色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策划在接下来设计环境的时候 他就不用担心 希诺宁的队伍 有过于高额的减抗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其次思路2 假设你想仆人 再搭配爱美丽爱 打燃烧 这些思路都不是最优解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 你发现潮属性的角色 进队之后 那队伍又变成了三岩队了 希诺宁的减抗 就哪怕你只想激活一下 火属性的减抗 同样做不到 你不得不下钟离 下钟离的代价是什么 非常简单 仆人要抽一命 对不对 这不就对了吗 看到没有 他就是通过各种思路上的限制 限制你的格子 让你组队的时候 意识到了你上钟离 得到双岩的额外增伤 你会获得一个代价 那就是你前面两个格子 必须是我属性 水属性 冰属性 雷属性 四色之中的其中之一 其他的思路 全都不好使 这个时候 你再进一步去思考 钟离可不可以换成迪奥娜 片一种颜色 可以啊 那么双岩 你要从哪里凑呢 你往这种一看 能够给队伍制造 实质的DPS贡献 又是变成了 只剩下阿贝多跟千姿 然后下一步 你又发现 队伍里面又是没有炎造物的 太巧了 千姿的移命要不要抽 你们发现 要来要去又要回来 如果下中离怎么办 那也很好 抽西诺尼的移命 可以缓解一下霸体的需求 可但是 他移命给的霸体 又扣扣收收的 生怕西诺尼 稍稍超模一点点 给你0.5的霸体系数 0.5的霸体系数 我跟你说 说不客气的 就是等于没有 等于5 首先对于 像淋漓甘雨这种蓄力弓 0.5是绝对不够用的 有的几乎等于没有的 因为弓箭手 天生本身就是霸体规模的 你加上0.5就等于公子裸奔 对于绝大部分 没有霸体近战角色 0.5的霸体 也就等于 北斗开个大招 也是几乎没有的 他有用是有用 在那些近战主C开大之后 天生自带 0.5的霸体的情况之下 相成等于0.25 约等于 杭秋开大的这种感觉 可但是 杭秋即使开大了 他的霸体 在不够用的时候 就是不够用的 其实也就还好 我跟你说 什么时候西诺宁一命的价值 是最闪耀 那就是你队伍里面 本来就绑定杭秋的情况之下 八体系数变成0.15了 那就真的挺够用的 如果你再是胡桃的话 或者说赛诺 进一步 八体系数变成0.075 那就真的完全够用了 可但是在现阶段 杭秋开什么玩笑 绝大部分 原神这游戏 说白了就是大部分的还是老灯 我们这个频道 是不是人均 1加1 2加1的夜兰 甚至6加1 6加5的 对我说中的 把确实打在公屏上 那航球配得上一个格子吗 配不上的 我说句不客气的 在现在这个时代 一个队伍绑死了航球 他的上限就是非常有限的 除非你站在前面的主C 又是水属性的 又缺一点充能 同时能够把航球的 所有战魔给完全激发 又减水炕 又当充能宝 否则西诺宁的移民 就是双重的不尽人意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顶级的游戏理解 我没有看其他人的攻略 但是我闭着眼睛都知道 今天肯定一大堆人 在那里狂吹西诺宁的三体人 减抗机制 因为这东西很直观嘛 绝大部分玩家 肯定只把目光放在这里 然后他们没有发现 在配对方面 他的机制居然限制如此的多 我说不客气的 光这个组队限制 就足以把他又拉回来 跟万叶五五开 变得很不好说了 就甚至我觉得 他其实是不如万叶 因为原神这个游戏 单体奶一点都不缺 一点都不高贵 甚至你可以说 是生存里面最菜 但是原神里面 可以聚怪的角色非常少 你知道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吗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所以说 希诺宁这个角色 他配对限制很多 一命他又不给你完全解锁 基本上等于白瞎了一个命座 然后四命数值又抠 六命又强制赖场 看到没有 这个角色四个 有功能性的命座 已经有三个是差强人意的 这怎么玩 原神策划 先给希诺宁增加了配对限制 然后他们连命之座 都不太愿意解读 让人非常的不尽兴 然后就是万众期待 希诺宁的恶命 看似有一点唬人 实则实战的提升都在20%左右 甚至提升率还不如小草生的恶命 老观众都知道 在两年前 当我评价小草生的恶命的时候 我是这样说的优秀 但是并没有特别刚需 也就还好 我甚至把他这个小草生的恶命 排在很多角色的恶命后面 那于是很多抽了小草生 宝贝恶命的玩家 就玻璃星就罢了 很愤怒的反驳 小草生的恶命是原神最值钱的恶命 事实上你回过头来看看 是不是我说的对吗 我在过去两年 可看到太多的玩家 在长期使用下来之后 表示小草生的恶命 抽了好像是没抽那样 你什么时候见过别人说 雷电将军的恶命 抽了就像没抽那样 或者说福尼娜的恶命 抽了就像没抽那样 但是小草生 你却可以听到有不少的玩家这样说 当然了 肯定有玩家非要说 你看看这个数字 提升了多少多少 你怎么能够说 打起来好像没啥感觉 可但是在我看来 至少群众里面出现不少的玩家 这样反映 就足以侧面说明很多问题 这个其实就像是一个好的剧情 100个人里面仍然有10个人 20个人觉得不好 可但是垃圾的剧情 100个人里面起码50个人在喷 甚至80个人在喷 我不是说小草生的命座是垃圾的剧情 小草生的恶命是属于优秀 抽了算聪明 但是绝对称不上需要强烈推荐的 我只是夸大一点做比喻 肯定垃圾的剧情 你硬要去找 也总能够找到这么几个人说 哎呀是其他人 学历不够高 欣赏不来 然后就自己陶醉起来了 都是世界的错 都是读者不理解我的错 你要看比例的啊 肯定也有人嘴硬说 弗尼娜的恶命就像没抽那样 那100个人里面总有两个人三个人吧 对吧 体感比较迟钝的 可但是小草生那个恶命 100个人里面有20个30个 体感值不回这两斤的造价的 我都不意外 所谓的质变程度 评判的最佳标准就是群众感受 不然你要去找嘴硬的 肯定也有人跟你嘴硬说 雷定将军的一命 他感觉体身巨大哦 你看这个怨力充满了 要讨论客观事实的时候 不看比例就是耍流氓 我之前说提那里 一到五命提升极小的时候 不也还有很多一些游戏理解超可爱的 对素质敏感度保了个倍的家伙 非要蹦出来说 是我的暴击率 你知道什么可爱你吗 又拆又爱叫 而西诺宁这个恶命 他甚至不如小草生的恶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本系正牌属性的提升 我就举个例子 水属性提高45%的生命值 对公子是没有任何用 对航球也是没有任何用 你对付里面 但凡插入一个水属性角色 他不吃生命值 这个恶命就废了 听懂了吧 小草生的恶命 至少buff了所有跟草属性 跟他组队的时候有逻辑的元素 提升20% 可但是西诺宁的恶命呢 你只要但凡属性错开了 他都是无效的 几乎无效 同样的例子很简单嘛 你如果有一关卡 想用胡桃 45的大攻击是什么鬼吗 西诺宁的恶命 他看似逻辑很到位 可但是还是要搞清楚 他活属性跟水属性 给的是基础程序 原神策划自始至终 没有给大家做任何的保证 接下来出的所有活属性的角色 水属性的角色 都是对得上正牌属性的角色 光这一点 他的这个恶命就是一张支票 更何况他素质还是差强人意 所以到这里你就明白了 西诺宁的恶命 以及他的专武 对于绝大部分的平民玩家而言 都是指不回本的 完全配不上用斩的石头去抽 隐性的缺点实在太多了 但是0加0 我还是建议大家拿下 具体的原因 如果这个视频点赞过万的话 我们可以后面再出一个视频来展开一下 更加硬核的去讲解一下辅助的设计 绝对不是很多玩家所说的 他能够跟万一做对比 他就值得抽之类的 没这么肤浅的 0加0建议拿下 把这原生的战斗策划 看起来不太急 那我也就给个面子 建议大家白嫖一个 0加0走人就可以了 这叫顺水推舟 送个人情 万水青山 总事情 来美少女策划 赶快把太感动了 打在公屏上 OK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简单聊到这里 关于喜怒您的优点 网上您能找到一大堆视频吹的 不需要我再补充 我把缺点完全说清楚了 你们综合一下 再做考虑就行了 其实没必要 以我为准就行了 反正最后回过头来看 我说的肯定是最准 没意思 OK 今天视频 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帮助 一定不要忘记 按赞订阅 保持关注 stayton 一键伤害公众的频道 后续连续 有更有 和尽量的游戏资讯